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台湾激进的陈令芳女士进行深论 各位大家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台湾激进 今天要提出的政见 是经由一个顾问团组织的 我们这顾问团大部分都是留学欧洲 我个人是留学英国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影响 我们对社会民生的政策很重视 公正转型的进步价值 但是我们也非常关心 以台湾的全民的利益和安全 作为我们本土政党的一个原则 因此我们提出抗中保台的政策 在抗中保台的方面 我们在还没有任何席次之前 在今年过完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法案 送给立法院去通过 叫境外代理人法案 但是由于民进党的一些妥协 造成了现在立法院 已经三读通过了反渗透法 那是我们法案中间的0.500 所以当我们进入国会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推动 我们原先的法案 同时我们要推动阳光法案 要让在中国投资的资金来源 这些要透明化 同时我们要效仿美国民主防卫法案 禁止任何犯下暴行的中港澳官员来台湾 在社会民生方面 我们主张扩充青年住宅 防止炒作房价 但是大家都说是房子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真正对我们中南部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 南北的区域发展不公平 就业的问题 使得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都要北漂到台北去 也造成了北部的房价的高涨 那么关于公共托育社区的再宅医疗 我们是希望推动这个让减轻三明治世代的人 的托育以及托老的一个负担 在经济上面 我们主张投资产业的技术的研发 能够加速能源的转型 可以发展去除空污的一个技能的产业 然后我们要提倡再生能源 最后我自己作为一个大学 私立大学的教师 我认为改革私校法 以及技职教育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性别研究者 多元性别平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多元性别平等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不是一个法令通过以后 就容易实践的 还有性别主流化的政策 要继续推展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陈令芳女士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 台湾基金的代表陈令芳女士 上台准备提问 请问您今天第一轮 所想要指定提问的政党代表是 国民党 我们请中国国民党的代表 田芳伦先生上台准备答询 刚才田先生说 你们今天民进党没有出席 是藐视民主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2016年那时候的电视辩论的时候 国民党也是出席的 那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要说 很高兴韩国瑜全力支持难民法 但是这个难民法就是处理 外国人申请来台湾庇护的法律 既然韩国瑜先生支持用难民法 来应付香港现在的问题 那么这个难民法可以用于香港人 也可以用于集中营中间的新疆人 西藏的藏独还有中国维权人民吗 再说 现在的 你们说非常的 经常的说对中国的那个关系 但我父母作为反共的国民党员 来到台湾 他就说过 蒋经国绝地说中共不守信用 一国两制不可信 那么你们如何现在要附庸中国的一国两制 而且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我父母会从墳墓里跳起来骂你们 谢谢陈凌芳女士 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民党的代表 田方伦先生进行答询 谢谢陈老师的提问 有一个就很重要的重点 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坚持九二共识 坚持的是一中各表 我们一向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那个主张台独 这是我们的原则 如果连这个原则都搞不清楚 那我觉得您的提问可能有失标准 所以呢 也特别像陈女士的父母致意 我们真的没有背离过去的一些想法 而是我们是在不断时代的进程当中呢 我们选择用和平的方式 重点是我们国际外交的策略 是什么 我们可以亲美 可以友日 可以和中 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 我们看到了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不断地去触碰老共的底线 又不承认九二共识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两岸的情势不断地加剧 那在不断地加剧的情形之下 到底是谁把台湾这些年轻人 有可能推上战场呢 所以我这边不妨大胆地质疑一下 该不会这个人就是民主进步党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再次把我们的立场重申一次 我们坚持九二共识 支持我们一中各表的原则 反对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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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讲三次 不然可能大家都永远都忘了 来 我们现在回答到难民法身上 我们现在回答到难民法身上 我们韩国瑜总统候选人已经提出了 他愿意支持说用难民法的问题 来提出今天解决反送中的议题 可是我们看到了 现在执政的人是谁 还是蔡英文啊 还是民进党啊 今天难民法如果要推动的话 谁最有权力马上来做处理 今天不是中国国民党的执政 如果今天中国国民党在执政 我们应当负起相对应的责任 过去我们会被人家民众讨厌 说要下架国民党的时候 所以2016年我们下台了 这三年来我们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倒行逆施 面对到了要说修难民法 只会嘴巴上说我支持香港 然后呢 拿出实质的行动出来吧 我们要看看哦 不管是修订难民法也好 或者是港澳关系条例也好 我们应该认为是民进党 要去务实地面对 而且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 能够进入重返执政的话 我们当然要来修难民法 这个细节内容 也期待各个党团 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跟想法 我们在未来 除了在两岸之间 在国际上 我们更希望作为一个 是谢谢田方伦先生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台湾激进的代表 陈令芳女士进行他的第二轮提问 请问您要提问的对象是 是民众党 我们请台湾民众党的张其露先生 上台准备答询 请开始提问 刚才张先生 张教授有说过 你们科批都是一直谈两岸一家亲 我们也注意到科批很会骂人 但是从来没有骂过中国的国台办 也没有对香港反送中抗争 或者做过任何的批评 也没有更忽视了新疆集中营 和西藏人自焚的议题 因此我们想要请教 如果你们在未来的国会进行的时候 我们要推动防止中共渗透法案的时候 你们的立场如何 因为你们的那个不分区的立委 中间有亲中的财团 那么是一个就是郭台铭的那边关系 那我们要谈阳光法案 或者防止中共渗透法的外国代理人的时候 你们的要如何说服你们党内不同价值的人 谢谢陈立方女士 那么我们就请台湾民众党的张其露先生进行回答 谢谢 那个我想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台湾激进 或者是绿党等等 好像就是一直希望我们民众党 一定要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能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只要我们能进军国会 我这一票一定会支持这个反渗透法 如果你们这个法案能提得出来 我一定是支持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其实这个热爱台湾这片土地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全体 2300万人国人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共识 其实我觉得非常比较可悲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常常做一种 大概在1950年代 如果大家知道在美国 有这种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其实它只要 反正也不用讲太多 就是扣你一个 这个你是亲中 就是共产党的 你就亲共产党的这帽子 就可以开始就质问你 你的这个台湾价值是什么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今天台湾政治最可悲 最可悲之处 老实说 我必须这样讲 其实今天台湾 我还要建议我们的这个激进党 因为为什么 我们其实还有23项协议 跟大陆之间 如果除了ECFA之外 还有23项两岸协议 如果真的要愿意做 是不是请 这是我们的这个激进党 建议民进党当局 明年他应该 大概还是会执政 干脆全部就断掉 全部就断掉 我们看看结果是什么 那然后另外呢 我想我们科主席也谈了一件事 最好ECFA那个部分不要转弯 到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不要转弯 我们非常希望既然这个我们激进党 跟绿党长期的作为一个民进党最好的盟友 真的彻底监督他们 落实我们台湾独立的这个概念 如果今天他们不做的话 我非常希望拿同样的标准 好好检查检查一下 就是我们民进党到底做不做 谢谢 谢谢张其露先生 也请两位代表先行回座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台湾激进的代表 陈令芳女士进行结论 好各位在网路前面看 我们今天录影的各位听众 以及现场的观众 大家都累了 很长的时间了 那我现在在重复一下 说明一下我们台湾激进的一些 立场和看法 2018年当全世界分析师都警告 台湾被中国渗透的问题是 全世界最严重的 然后我们长年来辛苦 争取到的自由民主 换言之就是解言了 已经32年了 这段时间建立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已经被假消息 假新闻还有中共资金牢牢的控制了 连美国都吓到了 在我们台湾却还有一些蓝营的政党 深受中共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其实要站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关键时刻 2020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如果这一个时期 你们没有把票投给政党 所谓好的政党 是反对一国两制 自己他们说各自表述 其实没这么回事 习近平根本没说各自表述 他就说一国两制就是统一的话 如果你支持的话 我告诉你 2024亡国感会更严重 然后接下去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 所以2020选举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抛弃蓝营 还有槟榔 就是外绿内红的这种政党 我们在台湾就只有一个国家 这个家就是一个我们的安全 我们没有分蓝绿 所以我们才是小党 但我们有关系的是台湾 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 不管你什么时候到台湾 像我是外省第二代 不会讲闽南话 但台湾是我认同的家 所以我们要保护台湾 不受中共的威胁和渗透 台湾激进是一个没有政商关系背景 或也没有财团支持的一个小党 我们是最有专业的 最专业的一个抗中保台的一个政党 所以各位 当那个小党 投票给小党绝对不会浪费 因为你投的票 其实就是让我这小党 有继续生活下去的一个能力 那么小党的票 都是让我们能够 在2020中间 让台湾的民主维持下去 12月21号 请大家来参加罢韩的运动 谢谢 谢谢陈丽芳女士 谢谢陈丽芳女士 谢谢陈丽芳女士